最后一大技能 我们讲一下靠二中间键原理的一个实现 跟Express那个是一样的 我说讲解套路跟Express一样的 先看一下回归一下中间键的使用 这个我们可以拿一个官网的例子来回顾 因为之前我们演示的我们自己的代码 就是代码比较多 所以说比较乱 比较多比较乱的话 你就没法去从中抓住一个核心和重点 所以说我们抛开我们项目环境 来拿一个稍微简单 但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来去看 然后分析如何实现 我们这里面主要讲一个什么呢 讲一个叫做洋葱圈模型 这个后面会用PPT去演示 就是我们的中间调用要跟剥洋葱似的 一层一层的剥出来 然后是代码演示 就是我们用代码演示一下 我们如果自己做一个类似于靠二的 这个中间键的实现 我们该怎么去做 当然我们做的只是一个 中间键实现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逻辑 并不是像靠二这个正式使用的框架一样 这么的完善 这么的详细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中间间的实例 我们说的这个回顾 其实我更倾向于是拿官网的一个例子来做对比 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代码写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毕竟是把那个博客的那个功能全部拷费过来了 大家去访问这个靠二的官网 百度搜一下靠二就能找到一个官网 官网里面有这么一些代码 这个代码就是一个靠二介绍中间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跑起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在这个CodeDemo里面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叫靠二Test的一个目录 然后靠二Test目录 进到靠二Test目录之后呢 我们运行这个npm init-1 数据画一个npm环境 然后我们看一下CodeDemo里面 然后这里面这个命我们可以简单改成app.js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新建一个app.js 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贴过来 好粘贴过来 粘贴过来之后肯定是需要这个画这个框架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下 npm install call 然后 刚刚C5 然后把淘宝的镜像给它拷过来 按得快一些 好按完了之后我们直接运行就行了 没必要再安装其他的东西 我们这个先关掉 我们就直接用node去运行就行了 我把这个空号折一下 它一共有三个中间键 把电话先看一下 一个是logger logger应该是一个记录的功能 然后xresponse time 这应该就是记录这个 处理这个请求时间的一个功能 然后是response 最后response response应该就是返回这个hello world 然后监听的是3000端口 我们改成8000吧 就是后端我们同意改成8000 然后直接去nodeapp.js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监听完了 监听完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去访问这个logohost的8000 8000然后返回那是hello world 对吧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控制台有一个get斜线 然后就三毫秒 对吧 我们看再一个例子 比如说斜线list 就AA吧 我们随便写个AA 然后我们再随便写一个BBB 然后我们对这个进行刷新 OK 大家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是get 然后斜线三毫秒 然后getAA0毫秒 getBBB1毫秒 getBBB0毫秒 对吧 因为里面什么操作都没有 所以它计算特别快 几毫秒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地方 打扫了个打印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运行的 第一个呢 就是首先 我们通过nodeapp.js 启动这个程序之后呢 它肯定就是先执行三个注册 对吧 它要注册三个中间键 注册完之后呢 它去listen 它去监听这个8000端口 这是整体的一个思路 然后注册中间键的时候呢 这个要注册 对吧 然后这个要注册 然后 这个要注册 然后注册每个中间键的格式 我们都说了 都是一个async的一个 一步函数的格式 然后next呢 就是执行 执行next 它就去往下去执行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注册完中间键之后 我们在这地方 我们去访问这个logohost8000 比如说我们再访问个ccc吧 这个时候我们回车 对吧 回车访问ccc 它是怎么一个过程 首先第一步 它是执行第一个中间键 对吧 第一个中间键 然后接下来 第一个中间键 这个地方直接去await next 这是第一句话 要执行 对吧 然后后面这两个 这两句话 先不执行 await next的时候 走到哪儿 走到这儿来 对吧 走到这儿来 走到这儿来去执行 cust starts 等于determined now 就记录到现在的时间 然后接着await next 接着await nex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15号 这次落下还不执行 先去await next await next就是这一块 是吧 然后就返回了这个什么 hello world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返回了 已经返回之后 那再怎么办呢 因为再返回到上一层 这个await next 这个await next就已经结束了 对吧 然后再执行下一个 15号 这个又获取当前时间的一个毫秒数 减去starts starts是之前获取的毫秒数 所以说获取一个时间差 对吧 时间差 然后把这个时间差呢 给它设置到这个context里面去 把这个时间差给它设置到context里面去 就先给它存起来 好 这个中间接执行完了 中间接执行完之后 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await next 执行完了 对吧 然后再去执行第7号 然后从这个context里面去获取到 刚才设置的这个时间差的毫秒数 那时间差 然后再次打印出来 最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捋一下它是怎么执行的 它是先执行第6号 然后再执行第13号 再执行第14号 再执行第21号 然后再执行第15号 再执行第16号 再执行第7号 再执行第8号 结束 大家能看出这个逻辑来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同步也好 异步也好 我们这个async与我返回的都是promise 对吧 然后await后面跟一个promise 它肯定是等着这个promise 执行完之后 它再去执行这个 下版的内容 我讲到这样的 其实就是我们下的这个阳灯圈模型 就是之前一直提过几次的 就是说 从这个阳灯圈模型 我觉得也形象也不形象 因为它毕竟这个东西呢 就是怎么说呢 它毕竟是个图形化的东西 它不是个逻辑化的东西 就类似于说request来了之后 我们先经过第一层洋葱 就是先往里深入吧 第一层洋葱还没结束 就到第二层洋葱 第二层洋葱还没结束 就到第三层洋葱 然后一直一直到最后一层洋葱 最后一层洋葱 然后出来之后 慢慢慢慢的 再从那个外层的洋葱 慢慢出来 然后出来的时候 最后这个就是从第一层洋葱出来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好 去用语言和中心描述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一个代码去验证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第一层洋葱 第一层洋葱 开始 然后接下来到这来 我们可以用第一层洋葱 结束 然后这是第一层洋葱 对吧 第一层洋葱 然后第二层洋葱在这 第二层洋葱 第二层洋葱 开始 然后这儿 第二层洋葱 结束 结束 OK 那在这儿 这是第三层洋葱 是吧 我们就先用三层吧 第三层洋葱 开始 然后 第三层洋葱 结束 保存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层洋葱 第一层洋葱里面 其实通过的OVSNEX 就已经包裹了第二层洋葱 对吧 第二层洋葱里面 通过OVSNEX 就已经包裹了第三层洋葱 所以说 看似这个中间键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这么一个列表的顺序 但其实中间键它是一个包裹关系 就第一层洋葱已经包含了第二层洋葱 第二层洋葱已经包含了第三层洋葱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重启一下 node app.ts 重启一下 重启完之后 我们直接去访问这个8080这个根目录吧 一访问 访问结果肯定是一样的 我们看空谷的输出 大家看一下 第一层洋葱 开始 第二层洋葱 开始 第三层洋葱 开始 第三层洋葱 结束 第二层洋葱 结束 第一层洋葱 结束 对吧 这个模型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模型 是不是一样的 就先从第一层洋葱开始 然后第二层洋葱开始 大家看着request的这个箭头 然后到第三层洋葱 开始 然后第三层洋葱结束 第二层洋葱结束 第一层洋葱结束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说 通过这种方式 我觉得就更能清晰明了的 去把这个洋葱模型的这个屠形 给它建设清楚 好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 该怎么去实现 第一步 肯定是用app.us来注册中间键 来先收集起来 对吧 然后第二步 就是实现next的机制 就是我们怎么通过next 让它一个一个一个的往下去触发 这个app.us和next 其实跟之前那个express 这个实现机制 基本上是一样的 有个区别 就是说 我们这儿不涉及到 这个message和pass的判断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可以回过来看一下 callr callr里面 它不涉及到路由 所以说不涉及到路由 就不会有什么guest post 也不会有什么url pass 这些东西 所以它仅仅是一个中间键的 一个注册和传递的机制 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在于 我们这个app.us该怎么去注册 然后以及next的这个机制 该怎么去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出发 并不涉及到message和pass的这个机制 因为callr本身它没有路由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代表演示 diesem这里不许响 这里是下车的 这是下车的 切下车的 遇从 都要 呈 发